一号出病理,二号就踢人,这还不够寒心的吗? 根据九派新闻的报道,11月7号有网友爆料 中山二院某苏性导师及宋性导师所带课题组 疑似出现了集体定向患癌的情况 不少人担心,此现象源于实验环境和事迹影响导致 对此,中山二院迅速组织调查核实并发布通告称 近年来在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工作学习过的人员中 有三名与今年确诊 该实验室于2009年起用,至今培养了超过200名学生 而这三位患癌人员都是近几年才进实验室的 却在时间内相继出现了病例,让人很难不多怀疑 当然,个体癌症发生的诱因极其复杂 患癌人员是否真如网传所说 与实验室的工作有关,还需要用科学数据说话 10月8号,黄某家属乐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还确认了大众关心的患癌后提出群疗仪式属实 今年9月,黄某一线炎发作 10月住院,10月1号被确诊一线癌,后被苏某移出群疗 乐乐表示不理解为何要这么做 目前只想最大程度的保护家人 姐姐病情仍很严重,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 也希望院方能够对姐姐的病负责给患者减免经济负担 医院实验室工作本就十分辛苦 冒之于风险,零距离接触的危险 也是为了给到患者们多一丝的希望,不管是个人原因 还是实验室的安全问题 亦或者是实验室管理机制都应该尽快用一份专业详细的调查报告澄清迷雾